今天是我三件自由的卫衣 第一点条纹 本来没条件放在卫衣里面 我是到卫衣来穿的 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卫衣的料子 这个话是一个真织的 非常有质感 我觉得真织的就包括人家走近你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或者你穿一个外套 露出来一点点的时候 那个质地会比卫衣好看很多很多 但是整体的版型 看上去是比较像卫衣一点点的 越经典越简单的东西 越难做出差别 条纹做我一个 可能穿到八十岁都不会过时的元素 一点点缀的东西还是蛮重要的 基本上我自己留的卫衣都是那种 能够把我的这块 整个脖颈线这边打开来 现在脖子特别长 因为脸已经大了 再包一点就没脖子了 就显得我人更错 所以我这块是一定要把它留出来的 那所有的帽子 基本上它这边都会有个漂亮的圆弧线 然后它是一个白边 有白边跟没白边真的也差很多 如果没有白边的话 这边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凌乱 然后很显 小孩子气 如果有个白边 就显得它还是比较立体的 比较有质感一点点 然后它这个袖口的地方 是拼的一个黑边 有黑白两个 我觉得呼应起来的效果特别好 然后它的长度也是我们很喜欢的 就是那种可以当oversize的 如果你是小个子的话 你甚至都可以当裙子来穿 不加特别小的 然后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女生 这种比较宽的版线 就也蛮小的一个马术 穿上身的长度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就比较推荐大家下面配一些窄管的 可以套靴子 也可以套这种平口鞋 都是蛮不错的 侧面会显得人特别特别的薄 这种垂坠感 只有针织这种料子才能做得出来 如果是卫衣的话 然后穿着在身上也是非常舒服 好宽松好爱好爱 第二件冲进率很高 这应该是我为数不多的粉色卫衣里面 我很喜欢那一件 它的颜色不偏暖 就非常冷掉的一个粉色 最喜欢的点就是在它的那个戴瓦身器 就这一块 它里面是可以装很多东西的 很多姐妹会担心它不太好装 那你不能装个铁锤贴壁用啥的 四个点定位 然后我里面已经装了比较沉的东西 其实它没有很往下走 但你不可能装个铁铁 咱说实话 如果是一个口红一个车钥匙 它是很浓的那种顾料 所以锤的话我个人判断是没有问题 胃衣也不是那种像毛线会往下拉扯 整个抗拉扯力还是比较强的 其它的真的不重要 真的是出门不用带个包 太爽了 这件胃衣的话有三个颜色嘛 有一个黑色 还有一个蓝色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个粉色的 我最近在开启粉色的这个大门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粉色也不是说非常女生感的那种 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帅气在里面的 就是一个原则 不明天不暗 大家在选的时候 我尽量选一些偏冷色系的一些粉色 其实还蛮酷的 就男生也可以尝试的一个颜色 同样是粉色 但其实它们色相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自己在搭配的时候 也可以搭配一些就比较中性一点的颜色 下半身的裙子 我就会选这种带肌力感 纹理感就比较有设计感一点的 就不要选那种包裙啊 非常女人味 或者是少女味的那种感觉的 就比较清冷一点 然后中性的东西去搭配它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配服 会把它跟那个黑色的袋子放在一起 然后你下面再配一个黑色的裤子 你要是纯粉色配黑色 其实会有点像没有衔接的感觉 但是如果把袋子换成了黑色 就很酷 这个是我把袋子换成了黑色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上面再配一个黑色的裤子 就很和谐了 比较中性的话 我就配一个棒球帽 就整一个把粉色转成了一个很中性 然后很帅性的一个感觉 所以颜色本身其实是不应该被定义的 看你自己怎么搭配 最后一件就是这个 我觉得它跟一般的位置有点不一样 它好像一个帽子是直接戴在上面的 有点披肩式的那种感觉 大寒潮来的时候 把它一键捞出来 它在我们这里 我觉得都比羽绒服还暖 因为它是密不透风的那种 就是袖子这块 还有领子这块都是包住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装饰烤的 下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密之的一个感觉 这整件衣服看上去就非常的有立体感 然后侧面这两个浅色 这件是一个设计感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就很适合我 我所有的位置就是跟你们说的 前面都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然后有些姐妹会担心它会这样养活 所以干脆把它打开 又好看又有设计感 是不是很绝 这两个隙儿也挺好看 很有味道的一些小细节 但就是现在太热了 真的穿不上 好想赶紧变冷啊 这种单件一件就够了 长度也是盖PV的那种 搭紧身裤子穿的合适 配靴子都是很好看的一个选择 赶紧降温吧 它这个长度是属于微长 没有到非常非常长 如果要光腿穿的话 一定要里面配一个短裤 或者是再配一个紧身裤的 所以小个子不用担心 完全可以驾驭 我是直接配了一个裤子来穿 就会比较脾气一点点 那基本上还是 只要可以跟大家长大 配一个紧身的裤子 那这个里面也全部是带绒的 超级超级暖和 虽然它很厚 是比较有型 但侧面还是一样很薄 超好看 一起等降温吧 就到这啦 拜拜